第九十九次去领争那天 妻子柳如烟依旧迟迟没有出现 等我找到她时 她正站在她初恋的画室 我指着画上拥吻的两人 质问她怎么回事 她却满脸不耐烦地看着我说道 只是画画而已 你不懂艺术就不要无力取闹 我没有再同她争吵 只是满心失望地离开 柳如烟以为我过几天就会像以前一样求她复合 可当我头也不回地走上飞机时 她却慌了 林郑当天我被妻子柳如烟放了鸽子 我从她的闺蜜口中得知 她今天一早就去了云生画室 我匆匆赶到画室 却被眼前一幕刺痛了双眼 画室的门没关紧 我站在门外 听着屋里熟悉的声音 胳膊如灌签般怎么也抬不起来 可屋里两人的谈话声 还是清晰地钻进耳朵 如烟 留在我身边吧 许凌峰那破厨子怎么能配得上你 说话的是柳如烟的初恋 许净深 而柳如烟是已经和我办过婚礼 只差领证的妻子 我握紧拳头 浑身冰冷却还是紧张柳如烟会怎么回答 许凌峰毕竟已经跟我办过婚礼了 那么多人都知道 突然反悔多丢人 而且当初她是为了救我才进去的 我不能过河拆桥 算了 不提烦心事了 趁着还没喝她领证 我们可要抓紧时间 过二人世界她语气里的厌烦 刺得我心口发疼 屋内又响起暧昧的水声 我忍不住一拳砸在墙上 砰的一声惊起了屋内的两人 柳如烟连忙地披上外套 在看见是我后 只慌张了一瞬就变为恼怒 你怎么在这 她丝毫没有被撞破的心虚 反而不耐烦地看着我 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 昨天已经说好了 今天八点到民政局领证 我甚至很下心说 这是我最后一次相信她 如果今天再放我鸽子 我就再也不相信她了 那时的她轻力地趴在我怀里说 这次我肯定不会放你鸽子的 你放心吧 可我从早上等到天黑 她还是没来 这是我第九十九次等她 也是她第九十九次 以工作忙为由十月 如果不是我看到她闺蜜 给我发来的画展照片 我都不知道 原来她口口声声地工作忙 就是忙着来画室 给林景深当模特 我看着满屋的画框 里面都是同一队主角 柳如烟和林景深 我眼睛色得发疼 忍不住指着那些画 问她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这就只是画画而已 你不懂艺术 就不要无理取闹 柳如烟眼里是毫不掩饰的嫌弃 片刻看我脸色不好 又放缓了语气 你先回去等我 明天我一定跟你领证 不过就是一个证而已 什么时候领不一样 我的心彻底冷了下来 看着面前衣衫不整的女人 突然觉得陌生 二 什么时候领证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以前也觉得没什么不一样 是柳如烟说 第九十九次代表长长久久 这天领证我们会幸福一辈子 今天是第九十九天 我和以往一样去柳如烟公司下 给她求婚 周围一样的眼神我不在意 她说工作忙下不来 我也不在意 可当她公司的前台 怜悯地看着我 告诉我柳如烟早就辞职了时 我愣了 朋友给我发来照片 柳如烟和林景深的画展名称叫 永不消失的爱 全世界都知道了 他们永不消失的爱 只有作为她丈夫的我被蒙在鼓里 看着下意识将林景深呼在身前的女人 我苦笑起来 毫不犹豫地摘下了手上尺寸并不合适的戒指 扔在她脚边 不需要了 那正我不要了 我们结束吧 柳如烟你觉得悔婚丢面子 我来说 明天我就告诉大家是我的问题 刚好没领证 不用那么多手续 那五年 你也不用多想 是我自愿的 就是挑狗我也会去救的 没想过用这世道德绑架你 柳如烟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冲上来打了我一巴掌 清脆的声响落下 我的口腔里弥漫其铁锈味道 柳如烟依旧不解气 她狠狠推开我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所有人都知道我嫁给你了 你这样让我怎么出去见人 不就是一个正吗 我们婚礼都办了 正领不领有什么区别 她眼神冷漠地看着我 语气轻蔑 再说了 你出来后没有我 你连厨子的工作都找不到 现在离开我 你连家都没有能去哪 今天放你鸽子是我不好 我道歉行了吧 你还要我怎么样 我垂下头 没有说话 眼前莫名变得雾蒙蒙 其实我认识柳如烟 是在一场暴雨 那时的我无家可归 一个人躲在公交站 等着死神带走我 可他比死神先一步来临 你是傻子吗 怎么不带伞 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大雨淋漓 我却觉得世界进的 只能听见他的声音 那把伞我一直留着 我默默跟着他 从初中到大学 再到那天招商会 柳如烟为了给公司拉投资 坐在那里被不停地灌酒 还只能赔笑 我紧咬着牙齿 看着他眼神越来越迷离 男人的动作也逐渐放肆 当那男人要把醉酒的柳如烟 拉进房间时 我脑子里绷着的理智荡然无存 我不管不顾地冲了上去 把那人揍倒在地 就回了柳如烟 可能成为做上宾的人 哪里能是普通人 结果就是 我打掉他的一颗牙 他让我进去关五年 五年 对当时刚毕业的我来说 可谓是天崩地裂 一直发誓要当警察 为爸妈查明真相 可出来后 我几乎什么都干不了 社会的歧视 周围人一样的眼光 几乎压得我喘不过来气 但是看着柳如烟安然无恙 我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那五年里 柳如烟经常来看我 他哭着问我 你是不是傻 这么就那样冲上去了 我却笑了 心中庆幸 还好那天冲了上去 出来后我一度迷茫 柳如烟没有放弃我 他把我带到一位老师傅那里 让我学厨艺 他问我 我给你一个家 你愿不愿意给我 做一辈子的饭 那天我哭得像个孩子 他趴在我怀里 说我是他见过最傻的人 而现在 那些曾经的甜蜜 都变成了他刺向我的利剑 三 眼前薄雾散去 看着眼前的柳如烟 我始终没办法 把他跟那时泪眼模糊 问我是不是傻的姑娘 联系起来 右耳闻鸣不断 口腔的血腥味 终于压下去 明天我就离开 还好我们没有领证 你就不用耽误工作 去办离婚了 多方便我与其平静 嘴角微微抽动 像是真的在替他庆幸 柳如烟看着我咬牙切齿的开口 非要这样无理取闹吗 你到时候求我让你回来 我可不会心软 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 无非是最后再给我个台阶 以前的我肯定顺着台阶 就开始哄他了 可是现在 我真的无所谓了 如果早知道 他是因为愧疚才跟我在一起 我应该从一开始就不会答应他留下来 哪怕去四处流浪 也好过现在被伤到千疮百孔 当初我出来后 为了让柳如烟开心 就一直在家给他做饭洗衣 心疼他为了一个投资喝得醉熏熏 就四处求朋友给他拉资金 那时他总是回来得很晚 我给他煮好馄饨 寒冬里他吃着热馄饨满足地对着我笑 我从没有那么幸福过 一直以来渴望的家 在那一刻巨像化 可是慢慢的 柳如烟终于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位置 他不再吃馄饨了 我们也很少见面 我求婚 他总有一大堆理由搪塑我 终于有一天他答应了 他说可以先办婚礼 我开心坏了 拿出所有积蓄 为他办了一场矿石婚礼 可是那天 他穿着婚纱恕我愿意时 看向的却是我身后的灵井深 朋友说我越来越没有自我了 我苦笑着说 小小开心就好了 我等着他答应跟我领证 他说工作忙 再等等 好 我等 终于等到了第九十九次 可他还是放了我鸽子 现在柳如烟为了初恋 把他追求了八年的工作辞掉时 我明白了 他不是爱工作 只是不爱我了 那这一次 我也不要再等他了 这一次 我要为自己而活 不重要了 我像是在说给他 也像是在说给自己 柳如烟瞳孔颤了颤 想说什么 却被我推开 出了话是 我脚步亮腔的 差点跪倒在地 头顶一道嘲讽的笑声响起 我抬头就看见 居高临下 看着我的灵井深 可真像条丧家犬啊 如烟 可不是你一个破炒菜的 能高攀的 现在终于被扔了 感觉怎么样 他微微低头腻着我 眼神鄙夷 我只起身 与他对上视线 冷笑起来 的确是没有你一个 只会躲在女人背后的懦夫 感觉好文言林景深 脸色一变 你以为你为如烟 坐过几年牢 就你把他绑在身边了 我告诉你 就算是你们结婚了 如烟心里爱的 也就只有我 我们的感情 可不是道德绑架来的 不然他也不会 为了给我当模特 就辞职 你信不信 现在我说领证 他就能抛弃你 跟我在一起 他得意地扬起下巴 慢悠悠地上楼 四 我没再理会他 扶着栏杆 慢慢走了出去 当初柳如烟 那么想要变成有钱人 就是因为林景深说 他想要出国深造 但是缺钱 他想要去国外打工 付学费 为了不耽误柳如烟 就先跟他分手 柳如烟信了 还怕他打工太累 每个月给他打钱 可实际上 林景深是棒国外了 国外的富婆 想要甩了柳如烟罢了 所有人都知道的八卦 可柳如烟死活不相信 在他眼里 林景深说什么都是真的 做什么都是好的 就是现在 他把他的裸体化全国展出 他也感觉 那是因为林景深爱他 柳如烟看不清他 我却是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我和柳如烟之间的问题 的确不能让我们在一起走下去 离开后 我回了公寓 三年前买下他的时候 我还以为自己终于要有个家了 可是现在才发现 不过是大梦一场 我的东西不多 很多都是柳如烟 当初非要买的情侣款 那些东西都被我扔进了垃圾桶 毕竟我用的 柳如烟肯定也不会再要了 收拾到最后 才勉强装满一个行李箱 窗外夜色浓郁 万家灯火通明 我拿出刚刚在楼下便利店买的烟 坐在阳台等着天亮 许多年没有抽过 烟雾入喉 呛得我剧烈的咳嗽 第三包烟开封 天终于亮了 我拿起行李箱准备离开 可门却从外面打开了 你这是干什么了 一股烟味 臭死了 柳如烟走进来 身后跟着柳家父母 还有林景深 我握着行李箱的手紧了紧 心中微冷 原来这就迫不及待地 带他见家长了 柳父从我身旁经过 眼神里带着显而易见的厌恶 你还愣着干什么 爸妈来是为了替景深 庆祝画展首映的 你还不赶紧去做饭 柳如烟还像以前一样 理所应当地指使着我 还没等我开口 柳父冷立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你都三十好几的人了 还玩离家出走这一套 你这既没房又没车地 离开了我们家 小小还能去哪里 去你那后厨里蹲着吗 呜 林景深得意地看了我一眼 柳如烟也看着我的行李箱 皱起了眉 我忽然就来了兴致 把行李箱放在门口 转身走进了厨房 门外很快变得其乐融融 好像他们才是一家人 我只是个伺候他们的保姆 我被我心里的想法惊了下 却又不得不承认 事实就是这样 八年过去 在柳家 我也就是个高攀了 他们女儿的窝囊费 所以连最基本的尊重他们 也不曾给我 柳如烟每次都说 他们只是不会跟别人相处 时间长了就好了 现在听着外面柳父 柳母亲切地喊着林景深的声音 我笑了 既然不尊重我 我何必再供着你们 我很快把几道菜端上桌 桌上几人的脸色都变得难看 隐隐被桌上的大片绿色 映沉地发灰 柳父怒气冲冲地摔了筷子 你这是要造反了 小小供你吃供你喝 就是让你这样甩脸色的 林景深假惺惺道 可能是灵州今天累了吧 要不伯父我们出去吃 真是吃了几年的软饭 怎么还把脸皮吃厚了 柳母嫌弃地撇了我一眼 我冷笑一声 猛地拍桌站起来 来 叫了您那么多年吧 今天我敬你一杯 柳父被我突然地举动 吓愣了神 柳如烟也愣愣地看着 不喝 我一问着 下一秒就手里的酒 就泼在了他脸上 柳母尖叫出声 柳父也气得胀红了脸 别急 还有你 酒水一滴不落地 落在林景深的脸上 柳如烟惊呼着 护在了林景深身前 气愤地看着我 你疯了 我冷笑出声 拎着行李箱就要离开 柳如烟却慌张地拦住了我 小小 你干什么 还不赶紧让他滚 柳如烟好像没听见一样 林峰你今天心情不好 我理解 但是爸和景深没有恶意 你给他们道个歉 这事就当过去了 我被欺笑 搞不懂他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我昨天说的话 还不够明白吗 跟了林景深几天 听不懂中文啊 柳如烟脸色一白 愣在原地 我懒得理他 偷偷也不回地离开了屋子 不再听他们的命令 就是疯了 一直忍气吞声等着他们骂 才是真的疯了 出了公寓 我难得地松了口气 正想着去哪里时 就去看见了开着小皮卡的师傅 你这小子怎么在这 不是陪老婆呢 我坐在副驾 师傅憋了半天 忍不住问起来 我们分开了 他不是我老婆了 我坦然道 啊 师傅尴尬地咽了咽口水 偷偷地用余光打量我表情 我笑了笑 轻松道 我没事 还轻松了不少师傅像是想起什么 突然把车停到了路边 林峰 这次要不要考虑跟师傅去国外发展 我让你当二老板 我惊讶地看着他 可看不出丝毫开玩笑的痕迹 你说真的 谁给你玩虚的 老子签证都搞好了 你明天也去办 争取下个月咱们的福东来 开遍全球 六 猛逼地跟着师傅回了家 任由他给我安排着房间 等到第二天睡醒 我才终于反应过来 昨天答应了师傅什么 行吧 我心里想着这样也挺好 手机震动两下 我才发现忘记拉黑柳如烟微信了 朋友圈里 他晒了一张素描 两人双手交扣 柔美于刚硬相撞 旁边还有照片板 男人的手上戴的 赫然是我扔掉的那枚戒指 在我手上完全不合适的戒指 在林景深的手上 确实刚刚好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那照片 心早已麻木 晚上师傅突然急匆匆地 把我拉起来 穿上厨师袍 带去了玉满楼 今天的厨师大赛 如果赢了我们开遍全球的事 就根本不是是我看着 信心满满的师傅 心里有些紧张 自从柳如烟升任项目经理后 我就没有去过饭店了 即使做饭也是自己一个人吃 这样参加比赛真的可以吗 师傅像能听见我心声一般 肯定道 你肯定可以 一直以来你做菜都有一道心我 今天就是最好的时机 去破解他我微微皱眉 师傅去拍了拍我多肩膀 我相信你 一股无形的力量升腾而起 我坚定地走进赛场 看见的却是柳如烟 他站在最中间 身旁跟着林景深 玉满楼的广告 是柳如烟在职时 全权负责的 现在被邀请过来并不奇怪 可他肯来这种厨艺性质的比赛 倒是让我惊讶 毕竟他有段时间 一听见有人说我是个厨师 他就生气 我知道他是嫌弃这个身份 配不上他了 可当我走近 看见林景深的参赛胸牌后 就明白了 柳如烟一看见我顿时变了脸色 估计是怕我来闹事 让他丢了面子 果然他开口就是质问 许玲舟 你来这里干什么 这里不是让你乱闹的地方 跟我闹脾气 也要有个限度 快回去 我让司机送你 他拉着我的胳膊 就要拉我出去 我正开他的手 拍了拍被他抓过的地方 少自作多情了 我可不是来找你的 一旁的林景深 却是吃笑一声 许玲舟 你该不会是来参加比赛的吧 为了引起如烟的注意 这么不惜代价了 柳如烟微微皱眉 刚想开口 我就已经大步向前走了 与其听弱智讲话 不如先去后场 比赛开始 我有条不紊的准备好食材 对面的林景深 也照葫芦画瓢抄了个时程 我慌了一瞬 很快平静下来 我明白师傅说的心魔是什么了 是我怕被取代的自卑感 比赛结束 我看着攻势榜上 许玲峰特等奖几个字出了神 曾几何时 我也是以第一名的成绩 考进景大的 后来却要对以前的事情 遮遮掩掩 甚至放弃了 一直以来的梦想 今天填参赛者信息时 我毫不犹豫地写下了警大 我的从前不是污点 现在更不可能是 我没拿手机 想着师傅应该就在车上刷视频 可出了赛场 等我的不是师傅 而是柳如烟 七 林峰 我们好好聊聊吧 大概是很久没正常对话过了 柳如烟眼神忧伤地看着我 既然我有种 他要挽留我的错觉 但当我看见他副驾驶的林锦身后 立马就清醒了 不由地嘲笑自己 自作多情 他好像很急 你有话快说吧 林峰 你真的喜欢每天在厨房里 干那些脏活累活吗 我记得你大学的梦想是 当缉毒警察 你都忘了吗 我握紧了拳头没说话 在一起八年了 柳如烟总是知道怎样的话 能伤到我 事已至此 那些梦都已经成为泡影 为父母报仇 何尝不是我的愿望 可有了暗底 还怎么去做白日梦 说自己的梦想 能跟着师傅学做菜 都已经是幸运 我还怎么能想那些 不切合实际的东西 气氛冷却 柳如烟也反映过来 自己说了什么 僵硬的转移话题 爸爸病了 他很想念你做的红烧茄子 林峰 我们别吵架了 你回来我们和好吧 他眼里都泛起了泪花 手紧紧地攥着我的袖子 这是他头一次 这样对我服软 我不知道这眼泪中 到底有几分真假 可我不想去分辨了 也懒得分辨 我挣脱他的手 认真道 柳如烟 我们这不是吵架 也不是冷战 是我放弃你了 我要过没有你的新生活了 你懂吗 柳如烟眼泪滑落下来 急切地想要拉住我 一切有我呢 林峰 你只需要在我的身后 当我的后盾 你不愿意我也 也可以帮你开一家饭店 让你当老板 我们不用分开的 就还不愿意 就像以前那样 你在家 够了 我忍不住打断他的幻想 再一次正开他 我们早就回不去了 柳如烟 就这样吧 我不想闹得太难看 为什么 林峰 我都这样妥协了 你为什么还要分开 柳如烟神情迷茫 眼里阴阴有些烦躁 还是因为领证吗 你回来 我就跟你去领证 还不行吗 为了这样的小事 跟我闹分手 真的值得吗 我气急返校 直到现在 他还以为 我是因为领证 在跟他闹脾气 只要他服个软 就能好 见我沉默 柳如烟 便以为我在拿捏他 眼里泪早就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熟悉的不耐烦 我们在一起八年了 甚至婚礼都办完了 你还不放心吗 那本证 能有我们的感情重要 我答应景深 当他的模特 是在我们在一起 之前的事情了 你知道的 我这个人不喜欢食言 除此之外 我和景深 就没什么了 我冷笑着揭穿他 刚好合适他指挥的戒指 为了他辞掉 努力了八年的工作 99次识约 这些算什么 柳如烟 你说的 你自己信不信 林景深回来的时候 你也开心吧 换一种感觉多刺激 把这些伤口 又重新撕开 我才发现 原来皮下 早就长出了新的血肉 我索性全部揭开 说要给我一个家的是你 让我去学做饭的 也是你 可是最后放弃我 嫌弃我的 也都是你 我在你口中 也就是个没出息的厨子 一个拿拿五年 道德绑架你的劳改犯 八 柳如烟脸色都白了 似乎没想到 我会这么直白地 戳破他的心思 好半天 他才颤抖着唇开口 我 我没有嫌弃过你 我如果嫌弃你 怎么还会答应嫁给你 我和景深 真的只是因为 他太像以前的你了 戒指就是他给我们设计的 我以为你在忙 就让他按照他的尺寸做了 我 我真的没想那么多 我嘲讽地看着他 努力找补的样子 自从林景深出现后 柳如烟就变了 也或许他一直都是这样 只是我被爱蒙蔽了双眼 下意识地否定 他不爱我了这件事 可为了林景深 一次次抛弃我的 是他 和林景深一起贬低我的 也是他 他知道我离不开他 所以一次次选择林景深 可没了爱的敷衍 我不稀罕 柳如烟见我要离开 终于意识到 我不是在和他闹脾气 他慌乱地想要拉着我 眼泪不停地滑落 我冷眼看着他 想要抽出我多胳膊 车里的林景深 见情况不对跑了下来 他心疼地看着 哭花了脸的柳如烟 想要抱住他 却被一把推开 滚开 柳如烟几乎是吼出来的 林景深愣在原地 我趁机拦车离开 谁允许你碰我的 都是你害的 关上车门那瞬间 身后的声音被隔离掉 我深深吐出一口浊气 疲惫的身体终于垮了下来 等我再醒 已经躺在医院了 醒了 发烧了怎么都没感觉 你可把人家司机吓死了 大晚上拉得客 上车还好好的 下车没了师父嘴上打去着我 手边已经替我摆好了碗筷 你小子可有口福了 我女儿轻易不下厨的 我感动地看着师父 她直接把筷子塞到了我手里 睡了一天的确已经饿了 我也不再客气 直接大口吃了起来 饭菜入口那一瞬间 我顿时瞪大了眼睛 真好吃 好吃就对了 一道清脆的女生传来 我望过去 就看见一个 有五分像师父的女人 走了进来 听我爸说你很久了 我是小云 你该喊我师姐了吧 女人笑得明媚 我却愣了愣 小云 我不有感慨 这个世界可真好笑 因为她的名字 我下意识地与她保持距离 凡小云也没有说什么 依旧说着师父的一些糗事 笑得开心 直到门口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 我看过去皱了皱眉 对于柳如烟出现在这里 我有些意外 我以为昨天那样 撕破脸的谈话后 这辈子我们都不会再见面了 柳如烟慌乱地 要捡起地上的碎片 玻璃锋利划伤了手 血珠一串串低落 柳如烟委屈地看向我 樊小烟拿了纸巾 想要给她包扎 柳如烟却猛地缩回手 变了脸色 你昨天那么想跟我分开 就是因为她吗 她长得那么一般 你看上了她哪里 柳如烟双眼心红 不停地质问我 滚 别让我再看见你了 我愤怒地起身 毫不犹豫地关上了门 砰的一声 将柳如烟崩溃的哭声 隔绝在门外 我不好意思地 对着樊小云道歉 她嘴上说着没关系 可直到我出院 都没再见过她 九 我没想到 那天后柳如烟 依旧没有死心 她鍥而不舍地 在饭店门口蹲我 每天早上 桌子上都有一束玫瑰 还有她买的牛奶 和三明治 帮助小刘 每次都暧昧地看着我 说我魅力不减当年 可我却困扰极了 断就要断得干净 这样藕断丝连 只是徒增烦恼 直到这天 我半签证回出租屋 就看见门口 蹲着的柳如烟 她看见我回来 立马站起身 期待地看着我 周围大包小包的 都是她买的菜 外面下着暴雨 她头发微湿地 贴在脸颊 嘴唇冻的发紫 我全当作没看见她 可开了门 她却没等我反应过来 直接溜了进去 她拎着大包小包 进了厨房 不等我说话 就关上了门 厨房里 乒乒乓乓乓一阵响 我皱了皱眉 拉开了门 你又搞什么 我不耐烦地看着她 柳如烟愣愣地看着我 手上被刀割破的伤口 还在冒险 我丝毫不在意 当着她的面 拨通了林景深的电话 柳如烟在我这里 你快点 没等我说完 柳如烟就夺走了 我的手机 扔进了水池 她猛地扑进我的怀里 哭了起来 林峰 你不要这样对我 我后悔了 你别离开我 之前都是我的错 我改 我以后一定不会这样了 我再也不跟林景深联系了 我们领证好不好 再重新办个婚礼 婚戒也重新买 她说着抱我抱得越来越紧 似乎是怕我再推开她 柳如烟哭得伤心 可我清楚地知道 一切都回不去了 重新在一起 只会害了我们 我拼尽全力推开了她 拿上外套就出了出租屋 既然她不走 那就我离开好了 我跑到师傅家躲了两天 柳如烟似乎也累了 没再出现过 你看今天的新闻了吗 早上我刚收到 我读护照和签证 正翻来覆去地看着 听见师傅的话 疑惑地抬起头 师傅干脆拿出手机 递到我眼前 天才画家 竟是洗钱高手 炸裂的大标题映入眼帘 下面还配上了 林景深的通缉照 我没什么反应 淡淡看了一眼 就继续收拾我的行李 明天的机票你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师傅果然早就忘完了 一听我提起才匆忙跑去收拾 我收拾着突然觉得嘴里犯苦 拿上零钱去楼下买了包烟 烟拆开还没来得及点火 前面就响起了不小的骚动 公园里的人群都跑了过来 我被人群挤着 迫不得已地往前 快报警吧 这也不是拍短剧的 我听见人群里 有人大喊了一声 朝前看去 却是被控制着的柳如烟 而紧贴着她的是 已经疯癫的林景深 她看见我无声地张了张嘴 最终只是摇了摇头 岛尖已经没入脖梗的皮肉 柳父柳母跪在一旁 不停地求林景深 放过他们的女儿 我不由地想起 爸妈去世时也是这样的处境 身为警察 他们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 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这是爸妈给我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心中的热血 不知怎么的就苏醒了 我一个剑步冲上去 踢开了林景深的匕首 柳如烟趁机跑向一边 林景深见我坏了她的好事 直接将刀尖对准了我 你也该死 许凌峰如果不是你坏事 她的钱早就是我的了 她怒吼着朝我跑过来 眼见着刀尖就要落下 我下意识地伸出了手 是 警车很快过来 我被送上了救护车 柳如烟哭着喊我的名字 不停地求护士救救我 匕首几乎穿透我的手掌 师傅赶来看着我 手红了眼眶 求求你一定要救救她 她是厨师 没有右手她要怎么办 柳如烟跪在医生脚边 不停地气球着 医生看着我冯丸针的手 摇了摇头 韧带完全断裂 这只手能留下来都是个奇迹 我叹了口气 试图操控起这只手 可她像是失去了控制 无论如何我都感受不到她 柳如烟瘫倒在地 眼里竟是红血丝 柳夫气恼地踢了她一脚 让你非要跟那疯子牵扯不清 现在好了吧 人家直接拿着你的裸罩威胁你 要是没有 我看你怎么办 柳母看了看我 与我视线相撞时 愧疚地低下了头 我没心情看他们的家庭闹剧 没了右手 师傅的饭店我也不能干下去了 师傅 对不起师傅没说话 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 警察过来给我做了笔录 我一一交代 结束后 为首的林警官欣赏地看着我 真不愧是老许的儿子啊 跟他一个样子 我惊讶地看着他 您认识我爸 林警官眼里露出怀念 老许啊 是个英雄 可惜当初的主犯逃去了印尼 有生之年能为他们报仇 我也死而无憾 林警官离开后 病房内又恢复了安静 我拿起手机 改签了机票 一个月后 我的手经过康复运动恢复得不错 连主治医师都说这是个奇迹 师傅拎着行李 期待地看着我 我抱歉地摇了摇头 师傅 我会去找你 但不是现在 现在 我有了新的目标 师傅没有说什么 依旧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他等着我 我办好了出院 病房门口是熟悉的饭盒 柳如烟每天都会送来 即使我从来没有打开过 我提起行李 脚步轻快 机场里快要排到我检票 周遭都是分离的惆怅 我心里却是抑制不住的兴奋 林峰 我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 回头望去 就看见跑得气喘吁吁的柳如烟 他笑着 可眼泪却顺着脸颊不断低落 片刻后 我才听见他颤抖着唇尖难道 一路平安我没再看他 头也不回地离开 飞机将要起飞 我也要坚定地向前走了 全文完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